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 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 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 传统文化的承传者 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 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 即宗教 在经过屠杀 叛刑 洗脑 强迫还俗 歪曲教义后 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 建立佛教协会 道教协会等 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 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 如果一旦消失 文化就将出现断层 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 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所谓唯物主义 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 对学生系统的洗脑 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 又通过反右运动 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 打入社会最底层 用饭碗和舆论来杀 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 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 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 无论在家庭学校里 还是在社会上 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 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不仅不相信神佛 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也毫无敬畏之心 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 毕竟年岁稍大的人 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 也随处可见 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因此中共利用见证后被洗过脑的学生 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 发动了破四旧运动 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 中共一举数得 用意歹毒至极 第一 可以制造恐怖氛围 以嚇阻所有的反抗企图 第二 洗劫社会财富 以为己用 加强政权的力量 第三 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 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 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 传承文化 第四 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 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 如果不麻木神经 不想办法说服自己 认可杀人有理 就唯有奋起反抗意图 这个过程 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的过程 第五 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 让人丧失凭文化 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 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 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 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 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史称镇反运动 1951年2月 中共指示 在农村杀反革命 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 当时中国有6亿人口 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 中共公布 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是240余万人 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 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 1949年 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 81.4%是文盲 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 找不到一个十字的人 如沈家帮村 1949年前 24户人家 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 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 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 也就是说 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 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身 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 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 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 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 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 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 并洗劫财富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 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 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 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 他们告诉世人 什么是佛 什么是道 怎样做人 几千年来 人们信神敬佛 保持着道德水准 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 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 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 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 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 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 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 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 诸如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佛教 等组织 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 到政府登记 并悔过自新 如不按期登记 一经查明 急于严惩 1951年 政府明文颁布 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 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 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 佛教界 道教界 真正的信徒们 被镇压或残杀 剩下的很多还了俗 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专门穿着袈裟 道袍 歪曲佛经 道藏 从这些经典中 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政教被毁 乡村地主 绅士阶层 城市商股被杀的杀 关的关 剩下的胆战心惊 惶惶不可终日 为什么不把资产基金老爷 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 要派坚决按照毛主席 教育思想办学的同志 去占领阵地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 镇压剿灭 也有着系统的安排 对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始于中共建政初期 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不放心 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 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 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 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 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并改造私立学校 即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 社会学等院系 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对政治和社会问题 有思想 有研究 具有一些自由理念 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 同时 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 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 强迫进行思想改造 把高等院校学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 指众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 经过院系调整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 由1949年的24%降至1952年的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 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被改为工科院校 新设工科院校聚增 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 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 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 历史学 哲学 社会学 都不乏人才 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 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 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 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 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 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 也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 从而有利于共产集权的建立和巩固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一句话 进行院校调整 就是为了思想改造 这次通过院校调整 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 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 在1949年以前 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中一些人流血西洋 但是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理念 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 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 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 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 帮助共产党整风 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 中共称 不揪辫子 不打棍子 不戴帽子 绝不秋后算账 言者无罪 这些表演颇见成效 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伯军 龙云 罗龙基 吴祖光 楚安平等都重肯直言 指出中共各种弊端 但一夜之间 风云突变 反右斗争开始 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 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们的饭碗被抢走 生命难以为继 只好小心翼翼 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 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谁说真话 谁就面临悲惨下场 更有甚者 在历次运动中 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 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 说假话 可以说是中共党文化里 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 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 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物 使世人习惯说假话 对一切虚伪 谎言 造谣 颠倒是非 不但心安理得 而且趋之若鹜 时至今日 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 假酒 假药 假食品 假文凭 假结婚 假离婚等 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 不能不说是从人们习惯说假话开始的 一旦放弃真 这个道德底线 还有什么作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运动是中共想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 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 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 一代又一代 延绵不绝的传承 此后的年轻一代 也就无从得到 来自家庭 学校 社会 邻里 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 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 五反 镇反 思想改造 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 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 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 中国乡村 城市 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 基本被毁 同时 唯物论 无神论 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 他们带着暴力思想 行为 开始进入角色 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1966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516通知发出 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 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 即文化大革命 8月 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 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 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 殴打 屠杀等活动 1966年8月下旬 在北京市各城区 造成上千人死亡 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 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 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 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 仅取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 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 共48个生产大队 先后杀害了325人 其中最大的80岁 最小的仅38天 有22户家庭被杀绝 杀人方式 有的是用棍棒殴打 有的是用炸刀炸 有的是用绳子勒死 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 另一条腿被劈开 从而被撕成两半 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 人性灭绝自不必说 旁观者也需要放弃侧隐之心 才能忍受下来 也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 古人说 无侧隐之心 非人也 这种非人行为 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 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 而得以入党 仅以广西一省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 就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 有两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 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 但这一省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 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那些杀人多的 手段残忍的 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 乃至官位的噤声 最凶残的指挥者 如罗干周永康 则被江泽民提拔到 郑国级高位 政治局常委 以酬拥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动用了倾国之力 使用的酷刑及古今中外之大成 除了毒打之外 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 严寒下的冰冻 酷鼠下的干渴 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 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 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 要法轮功修炼者 乃至直接火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 谋取暴力等等 这些大规模暴行 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 换句话说 只要还是人 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 而中共强迫所有人 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 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 或被动地认同 或配合这些罪行 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 辨别好坏 是非 善恶的标准 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 神来度人 拯救人 针对的是还能被称为人的人 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 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 也就是把人推入地狱 与此同时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 杀戮世人时 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 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 而建立了对敌人 要像严东一样 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中共每一件恶行 都在有意地 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 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 添砖加瓦 在党文化的毒害下 很多人变成了 共产邪灵的打手 杀人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手